有一枚虚拟货币,它将改变全世界。 币圈的朋友都一定知道, 十多年前我们每一天可以免费挖几十颗比特币, 目前一枚比特币最高价值接近67000美金左右。 你会觉得后悔没去挖吗?感觉可惜吗? 小轩我觉得不需要后悔,因为我们就是要向前看。 但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机会。 因为在两年前,2019年3月14日, 第一个手机赚钱免费挖矿Pi Network问世,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2500万的活跃用户已正在挖。 大家对Pi币已经有了共识, 有业内人士估计年底上主网时, 我们每挖到的一枚Pi币,价值100美金。 看到视频的最后,大家要记住,加入Pi Network, 你完全不需要投资任何金钱。 很多人都不相信天下有免费的午餐。 其实就像当年的比特币一样可以免费挖。 Pi币目前也是可以免费挖。 大家好,我叫小轩。 今天的视频我们来一起聊聊比特币和Pi Network。 为什么Pi币会改变未来的世界? 老观众朋友和派友们能不能先点一个赞? 让YouTube演算法能够推这支视频给更多的人。 让还没加入Pi Network的朋友加入。 因为越多人加入Pi Network, 我们的Pi币就越有价值。 新的观众如果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频道, 如果不知道Pi Network的话, 可以点击这里弹出来的影片卡, 或者到描述栏点击影片链接了解更多。 然后,如果你已经是Pi友了, 可以留言一吗? 如果你第一次听到Pi Network, 可以留言二吗? OK,我们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吧。 首先,比特币永远都是独一无二。 比特币也是给我们的世界带来更多的希望。 我们都知道。 在币圈里, 加密货币的大哥就是比特币。 只要大哥比特币跌, 几乎其他的加密货币都难逃一劫。 除非其他的加密货币有价值。 同样的, 大哥比特币如果他涨, 其他的弟弟妹妹的加密货币也会跟着一起涨。 一枚比特币目前最高市值6万7千美金左右。 可是随着上半年一些非常不好的消息, 比特币最低跌至3万多美金左右。 制作这个视频的时候, 一枚比特币价值大约是6万多美金。 纳比圈的朋友一定知道。 要是在2009年, 如果我们花27块美金购买5000枚比特币, 那么以比特币最高价格计算的话, 现在可以赚3亿美金。 但你知道吗? 2009年刚出的比特币, 我们完全不需要花钱购买。 每天都可以免费挖几十颗。 小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会不会后悔那个时候没有去挖呢? 如果你觉得后悔没有去挖, 那可以留言一吗? 如果你觉得人不能后悔, 应该向前看。 可以留言二吗? OK,当年比特币诞生时, 小轩我其实还是一位傻傻背着重重的书包去上学的小学生。 可是那个时候, 小轩我记得从新闻上听说过比特币。 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人说比特币是骗局。 所以在我的记忆之中, 比特币一直以来都是骗局。 但是今年我才真真了解比特币, 小轩我虽然又少少地后悔, 当年小时候为什么不去尝试了解, 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 所以只能向未来前进。 在今年2021年的2月份, 小轩我看到了一个Pi Network,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是一个2019年3月14日推出的手机挖矿APP。 这个是由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的博士以及团队所创办。 创办人的名字叫尼古拉斯。 他拥有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 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 Pi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可行的全球经济。 人们将使用Pi进行商品和服务交易, 进而创造和支持Pi货币的价值。 今年年底, 也就是说两个月后Pi Network就会上主网, 只是剩下六个月的时间给我们免费挖Pi币而已。 如果你还没有上车的话, 那就现在赶紧上车吧。 一些人还是认为Pi Network是骗局, 可是小轩我不明白Pi Network到底骗了我们什么。 我们完全不需要投资任何的金钱, 我们只是需要下载这个Pi Network App。 当然这个也不是白吃的午餐, 因为每天需要用我们的十秒钟的时间, 点击一个闪电按钮, 才可以免费在Pi Network App里获得Pi币。 这是因为官方要我们每一天关注项目的进度, 建立一个强大的社区。 有些人会觉得创办了两年都还没有上主网, 都还没有有价值, 都已经将App给卸载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创办人尼古拉斯以及团队的野心很大, 它要成为一个速度快、 安全性高、扩展性强、 共识强的公链。 要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公链的话, 以太坊和必安智能链就是公链, 作用就像是安卓或者iOS的底层系统。 企业或个人想要开发一个区块链项目, 可以直接基于这些公链来完成, 大大降低开发的难度和成本。 现在Pi Network就是正在开放给这些企业, 和个人来为他们的Depth去中心化应用, 申请Pi的域名和测试网络的各种性能。 当人们发现Pi的公链比其他的公链更强大的话, 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Depth要来使用Pi的公链, 到那个时候就会需要用到大量的Pi币。 那个时候你觉得Pi币会莫有价值吗? 你还是担心你手上的Pi币够不够多? 即使大哥比特币还是下跌的趋势, 只要我们需要使用到Pi币的话, Pi币一定就会有价值, 大哥比特币也影响不到Pi币的价值。 那我们要如何做才可以获得足够多的Pi币呢? 你需要做的就是努力邀请身边的朋友加入, 增加你Pi的算力。 如果你第一次接触Pi, 那么现在马上就上车, 迟到好过没到。 说回比特币, 小萱我认为现在的比特币主要用作投机投资, 而不是替代货币和交易媒介。 一些金融专家认为, 比特币更多的是一种投资, 而不是一种货币, 因为很多人购买比特币通常是作为一种金融投资, 而不是用于交易。 那比特币有真正的价值吗? 货币要想发挥作为交换媒介的最重要作用, 它必须具有真正的价值。 真正的价值是一种货币最终拥有稳定购买力的驱动力, 因此它可以被广泛接受。 比特币也是因为有一群人信它能成为交易工具, 才有今天的高价。 所以什么成了货币? 不是某个人能决定的, 而是取决于人们的互动的行为和观念。 只要人们相信并接受任何货币作为交易媒介, 它就会变得有价值。 信念的力量总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就在几个月之前, 萨尔瓦多总统宣布, 比特币在他的国家成为法定货币, 这是受到海滩居民使用比特币作为货币的说服或启发。 十多年来, 尽管比特币波动很大, 但萨尔瓦多还是成为 第一个接受并将比特币作为货币的国家。 这一切都始于向社区捐赠12个比特币, 并希望建立比特币生态系统, 为该特定社区建立加密经济。 社区被指导、监督和提供一个应用程序来进行比特币交易。 甚至社区还提供比特币提款机。 小萨我认为比特币就是比特币, Pi Network就是Pi Network。 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比特币做自己的事情, Pi Network也在做自己的事情, 让Pi创造未来, 让人们见证成功。 在Pi Network, 我们专注于创造价值, 建立生态系统, 而不是专注于公开交易。 Pi从开发至今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所以一些用户会怀疑Pi的项目能不能成功。 就像刚才小萨我说了, 这是因为创办人尼古拉斯以及团队的野心很大, 它要成为一个速度快、安全性高、扩展性强、 共识强的攻略。 然后,Pi Network下载量已经有5000万次, 目前活跃用户大约2500万, 因为一路上觉得单调枯燥的人下车了, 这些下车的用户迟早会慢慢上回车, 年底上主网时估计用户3000到5000万之间。 一旦Pi能变现, 小萨我相信用户瞬间暴增到1亿以上。 而且重要的是Pi矿工分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共识早已达成。 主网后的Pi就是全球通用加密货币, 有了共识和对未来生态成长的期待。 其他币包括法币在内哪个币做得到? 美元只做到了全球流通, 可是它做不到全球人民的无偿共识。 Pi两年没有任何价值和作用, 追随者上千万。 据了解, 很多加密货币开发出来, 它们实际是没有生态价值或解决某个行业通点的。 最多的是被大机构炒作画大饼上交易所, 最后成为割韭菜的金融虚假产品。 在不良媒体的包装下, 获得巨大曝光量后开始吸引韭菜进场。 在早期开发比特币的中本葱, 它的愿景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想让比特币成为世界上点对点支付的全球通用货币。 可是随着时间流失, 加上中本葱突然消失, 渐渐的比特币也开始变了味道。 13年来成为一个普通人要不可及的, 投机性且无实际价值的加密货币。 显然更不适合全球人日常支付的数字货币。 中本葱的比特币愿景, 或许只有Pi Network能实现, 而Pi正在高速发展中。 更多的价值是在创造Pi生态系统, 而不是交易所。 米古拉斯团队在2019年才推出Pi Network, 是经过多年来的深思熟虑, 总结出一套去中心化的模式。 只要世界各国Pi有达到一定的共识度, Pi将走向成功。 任何国家都阻止不了Pi的向前发展。 外国也有许多企业在中国, 他们可以用商品,包括车、房, 也可以用法币兑换你手中的Pi币。 只要有共识,就会有交易。 你也可到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外国, 用你的Pi币去换取当地法币。 到任何国家都可以换取。 2500万活跃用户只是刚刚开始。 以后,如果有一天Pi币成了世界通用货币, 请不要怀疑。 因为Pi有这样的潜力和实力, 而且这就是Pi的野心。 挖Pi能坚持到最后的人, 都是遇见了未来的人。 还有多两个月的时间, 请大家给足够的耐心等待。 珍惜每24个小时能免费挖Pi币的时间, 直到Pi实现它的目标。 实用性与可用性将会为Pi带来赋能。 不管需要多长时间, 它一开始值10每分还是100美元 对小轩我来说都不重要。 因为小轩我希望Pi成功, 我希望我们都能成功。 总有一天我们的努力会有结果,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按那个按钮, 并推广这个Pi给更多的朋友。 当世界领导人看到Pi的可用性, 和实用性对世界各地数百万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时, 他们会欣然接受。 萨尔瓦多就是个真实例子。 萨尔瓦多总统宣布比特币违法定货币, 因为意识到使用加密货币作为货币, 对海滩居民社区生活的影响。 如果萨尔瓦多总统支持一种不稳定, 非用户友好, 非生态友好的挖矿加密货币, 想象一下这些领导人, 将如何支持一种用户友好, 生态友好的加密货币, Pi的可用性, 实用性, 很快将给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带来惊人的影响。 还没有上车的朋友, 现在就上车吧。 不知道如何注册的话, 可以看这支视频哦。 加油啦, 派友们。